喂喂喂,王的女人,谁感动 作者蔫花惹笑,播讲一刀租租,一种侃侃,后期清雪 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哦 第八百五十五集 在大家的相互提醒之下,所有人都闭上了双眸,调整内积 唯有站在最高甲板上的凤九儿和湛青城并肩而立 一顺不顺地看着渐渐放大的图腾 狂风瞬间四起,浪花越来越大,船只摇晃得很 就像是随时要被掀翻那般 凤九儿和湛青城却依旧站在高处的甲板上,凝视着图腾 此次的风浪比刚才来得突然,来得猛烈 不一会儿就听见兄弟们倒地的叫声 但其他人依然用尽自己毕生的功力将轮船稳住 轮船摇晃得越来越厉害,倒下的人越来越多 有的甚至被抛起来,随时都有落海的危险 情况越发不利,凤九儿心里不是不着急 可看起来,他和湛青城一样稳如泰山的站在甲板之上 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心里慌乱的兄弟,只要抬眸看一眼 顿时便安了心,寻找机会站起,继续坚持 然而,一切都只是开始 风越来越大 渐渐已经听见所有人落水的声音 看着图腾的凤九儿 紧紧抓着栏杆,神色十分凝重 在凤凤被黑龙一抓穿心的那一刻 整个世界都撼动起来,如同要翻山倒海一般 凤九儿低叫了一声,轻声一跃,往图腾飞了出去 湛青城高大的身躯紧跟其后 听见凤九儿叫声的人都睁开双眸,抬头往天际看去 只见两道身影迅速飞向天际 没入图腾之后便消失得无踪 在湛青城和凤九儿消失的一瞬间 狂风停止呼啸 浪花声逐渐减弱 就连船只也慢慢平稳下来 九儿姑娘,九儿姑娘上天了 刚才看到这一切的天机堂兄弟 有几分颤颤颤颤的说道 是九王爷和九王妃 他们用身体帮我们去挡了图腾 九王妃的兄弟说道 他们去哪了,为何都看不见了 乔木搜索到赵玉生的身影 看着他,沉声问道 我也不知道 赵玉生回头看了刚才图腾的位置一眼 摇摇头 他们不会出什么事情吧 乔木过去抓着栏杆,着急得很 四周渐渐光亮起来 图腾却消失不见了 就连战青城和凤九儿的一点身影都看不到 有兄弟落水了,救人呐,快 有兄弟落水了,快救人,快救人呐 突然好几个人喊道 先救人再说 木木看着大家,沉声命令道 哦,哦,是 剑衣点点头,和兄弟一同前往四周而去 乔木在船头处看了好一会儿,还是什么都看不见 用力拍了栏杆一下 救人再说 对于九儿来说 兄弟的命比他自己的还重要 他的话提醒了赵玉生 赵玉生深吸了一口气,也转身往后 前后不到一刻钟的时候 一切恢复了正常 轮船停在黑潭中并没有前行 几乎所有能做事的人都投入了救人的队伍中 一刻钟过去,两刻钟过去 还是不见战青城和凤九儿回来 大家都着急得很 但也清楚自己暂时能做的 只有将所有兄弟救上船 而且这一定也是他们的主子 最想要看到的事情 得知情况的凤梨站在一处甲板上 一顺不顺地看着天际 雪姑一如这几日一般 除了睡觉都守在凤梨身边 两人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 却不会有何尴尬 即使相互不认识 但也像是习惯了彼此的存在一般 沐将军,人齐了 全身湿漉漉的赵玉生回到甲板 看着沐沐道 有受伤的,但是伤势不重 好 沐沐汗手,转身看着天际 赵玉生也转身抬眸 看了天际一眼 气息低沉了不少 沐将军,你知道 不知 沐沐打断了赵玉生的话 他确实不知 对这两个有事不与自己商量的人 沐沐好生失望 但他比谁都希望他们能够安全回来 这也是事实 感受到沐沐的怒气 赵玉生没再多问 转身回去做事 在大家都回到甲板上休息时 天际边再次出现了一对龙凤 但这回的龙凤却不再是黑色 而是金光闪闪的一片 而且龙凤并不是在打斗 更像是在嬉戏 刚才的黑龙气凤震 让人看起来心情极度低沉 这回的龙凤嬉戏图腾 却让人看出了喜悦 兄弟们不知不觉 都盘坐在甲板上 闭目养神 总感觉这个时候练功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最后就连乔木 剑一和赵玉生 拓把可言和龙一 龙十一盘坐下来 只有木暮站在船头凝视天际 两刻钟的时间一闪而刺 大家的内力都有了一定的提高 身体的疲倦消失无踪 是九儿 乔木刚睁开双眸 便激动地站了起来 还有九王爷 他们回来了 听见乔木的喊声 大家纷纷张开眸 站起看着天际 只见一对如同神仙眷侣般的人儿 在快速靠近 金光将他们包裹起来 让他们看起来更加夺目 一眨眼的时间 湛青城牵着奉九儿的小手 稳稳地落在甲板上 看着落下的一对仙子 大家都用了些时间才反应过来 九儿 乔木激动地跨步过去 将战青城怀中的人 拉到了自己面前 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是怎么破阵的 快说说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凤九儿 含笑 看着乔木 浅叹了一口气 转身 环视了大家一眼 视线 最后又落到乔木身上 情况如何 下水的兄弟 都找到了吗 嗯 都救上来了 一个也不去 乔木回应 说 你是如何破阵的 快与我说说 凤九儿 回头看了湛青城一眼 湛青城却什么都没说 独自一人往船舱走去 看着九王爷 和九儿小姐安全回来 兄弟们是非常的激动 却谁也没有多问 九王爷不爱说话 大家都很清楚 但好奇之心 人皆有之 在湛青城身上 收回视线的九王府兄弟 目光也大啦啦的 落在凤九儿身上 乔木拉了凤九儿一把 让他回头看着自己 九儿 快说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这要急死人了 快说 别卖关子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再见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